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是3月31日 星期二 欢迎大家来到疫情最前线 我是Zek 首先提醒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记得要给like、share和留言 我们坚守需要大家持续的支持 看回新闻 因应中共肺炎疫情占预严重 香港政府针对食肆公布了六项规定 要求桌子和桌子之间要有1.5米的距离 每张桌子不多于四个人等等的规定 黄店光荣冰室在29日晚上在Facebook表示 有警员一日几次这样巡查分店 根据网媒PSHK报导 当时光荣冰室里面的食客寥寥可数 每张桌子人数也不多过3人 餐桌间距是符合法的 警员查问了一轮和登记完资料之后就离开 不过不到30分钟又再回来巡查第二次 光荣冰室表明就不会害怕 说到你敢来掃场 难道我的食客又会害怕吗 有网民质疑政府借机打压黄店 留言说POPO真的有空没工作 有人建议警方去蓝店查客 很多人没有按法规保持1.5米 另外一单是很多香港人关注的新闻 就是一名驻守西九龙总区机动部队 PTU的31岁男警 在29日初步确诊中共肺炎 如果最终确诊 将会成为第三名警务人员感染个案 据悉这位男警发烧体温达到38度 肺部更加签维化 驻守同一小队大约40名警务人员 已经即时停止和市民接触的工作 境外也有港人被确诊 根据秘鲁传媒报导 一名当地的港人确诊中共肺炎死亡 报导指死者是一名64岁的香港男子 和太太到达富斯科时没有任何症状 而且在3月16日起 就按照规定进行自我隔离 但到了当地时间星期五是证实不止的 港府发言人说 目前入境处共接户86名滞留秘露的香港人求助 包括三十多名的旅行团成员 港府是和大使馆和航空公司跟进 尽力安排机位的 本港中共肺炎确诊个案火速突破了600宗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承认 本港未有快速切断由外地输入的传播链 相信有不少患者留在社区 最新由外地反港的确诊个案已经有200宗了 他表示随时有2000宗本地个案出现 他直言现在本港疫情是非常严重 他说有少少开始进入失控的状态 如果我们再不做好的话 我们会变意大利北面这样 这个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 我们看看日本先 中共病毒是快速蔓延的 由25日至29日短短四日期间 东京的新增确诊人数是增加了259人 其中104人传播途径不明 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东京上周宣布周末临时禁足 东京街头出现了少有空城的画面 最近在网上流传了4月1日东京封城的传闻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 将在危机最后关头做决断 目前日本政府为了封城做准备 日本的经济政治已一极法著称 极端地集中在东京一带 每日出入东京的人口高达300万 东京封城或者将重创日本经济 另外有阿笨契爷之称日本喜剧演员 智川健在29日晚 因为中共肺炎去世 享年70岁 亦都成为日本首位感染中共肺炎死亡的艺人 智川健是很多民众的回忆 他的死讯传开之后 网友都纷纷表示哀悼和惋惜 维基百科亦都更新了智川健死亡的消息 不过在网络上引发了一场病毒名称编辑之战 在维基百科 智川健的个人页面当中 出现了多达8次的编辑记录 智川健死因被一度散改为台湾肺炎 虽然现在已经改为2019冠状病毒 但亦都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在社间回体有20万人追踪的粉丝团 只是在倒栏发文痛批 智川健找到的时候 恶劣的中共网军 忙着四处串改资讯 将智川健的死由中国武汉肺炎 改成台湾肺炎 就有网友直轍 一直想将自己的过错推给其他人 一会儿美国 一会儿意大利 现在就台湾 下一个会是哪一个呢 有功劳就抢 又过错就推 真是难透的中共 有日本网民对智川健的死感到悲痛 大部分人都将矛头指向隐瞞疫情 都知病毒扩散全球的中共 有日本网民留言 如果当初中共是及时通报 智川健可能会死 我讨厌隐瞞疫情的中国政府和世卫 之后我们一起看看中国的疫情情况 最近大陆中共病毒发源地武汉 是持续零确诊和零疑似病例 甚至全国范围基本上是没有本地病例 确诊的大多数是境外输入病例 但是28号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盛世花园 社区张贴了个告示就明确指出 有两人确诊中共肺炎 一个是柴林花园第三栋楼已入院 另一个是铁基兴縣 位于该小区的第十三栋楼已入院 告示还写 相述病患者具体流程和防好属于患者个人私隐 不不便透露 请大家做好自我防护 尽量减少出门口 另外武汉一位民众在推特上披露 28号早上武汉汉洋造纸厂 有一个小区一家四口被拖走 说是复羊导致的感染 他们居住的整栋楼都被封了 网友曼程表示 28号武汉地铁开始恢复营运 但是不知是否是和 他披露了 自己有亲戚之前一直响应号召 留在家裡 后来复工了没几天呼吸困难 还收到病危通知书 但是医院的诊断不是中共肺炎 他说医生都没有叫任何家属去看 但是如果不是中共肺炎都已经病危了 为什么不让他去探 果真是令疫情城市 另一方面 中国各地亦都出现了所谓 鹿马者病发事件 3月25号湖北正式解封 只有首持鹿马的 就可以获准去进入其他地区 但是甘肃29号传出新增2宗确诊个案 其中一个个案 就是持有可通行6码的湖北人 据悉 被确诊人士3月22日自行驾车回兰州 28号CT结果显示肺部呈玻璃状 被列为疑似病例 29号确诊 湖北省的健康码因此深受质疑 健康码是由中国腾讯和阿里巴巴研发 当局可以透过手机监控人民的行踪 并且判定用户有没有被感染的风险 但是不少网友就表示 陆马根本就没用 只是自说自话 也有人说感觉这个健康码并不保险 由于可信性低 因此引发了大陆各省的激烈冲突 上周末 湖北和江西两省 警方大打出手 亦是因为健康码引发的不信任危机 北京率先采取对湖北人严厉封倒措施 湖北人入境困难 连过境都不允许 信任危机之下 湖北的解封无办法令到中国人 相信当局宣称的疫情不度控制 上海新闻晚报消息 上海的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和金贸大厦 三大高楼观光厅自从3月30日起再次关闭 上海海洋水族馆亦发布了闭缘公告 国家电影局在27日晚间出了通知 要求各地所有电影院暂不复业 已经复业的要立即停止营运 而江苏省亦都传出关闭网巴和娱乐场所的消息 可舆论界普遍认为 一个是中国大陆疫情復燃的征兆 国内无人信 国外亦都无人信 中国的疫情外交是遭受重创的 荷兰卫生部28日宣布 回收60万个中国制造口罩 因为它们不符合质量标准 荷兰公共媒体NOS报道 荷兰上星期从中国进口这一批口罩 一共有130万个有KN95证书 即是中国认证标准 和N95防护性一模一样 但这批口罩在检查过程当中不符合标准 因此立即停止分发给医院 还要回收 除了劣责口罩之外 中国制造的快速检测试剂盒 亦都频频穿奔 准确率只有20%至30%左右 3月27日 土耳其官员就说给独立媒体中东之眼听 中国生产的用来快速检测 中共病毒的试剂盒 准确率只有30%至35% 土耳其政府已经放弃使用了 3月25日 西班牙方面指出 从中国购买的550万份快速检测试剂盒准确率过低 准确率只有30% 决定退货 3月18日 捷克卫生官员 帕夫拉斯维奇诺瓦就表示 捷克从中国购买的15万个检测试剂盒 再出售压制病毒的药物 而且还要再次欺变世界 而深圳市政府日前向本港社福机构送了50万个儿童口罩 29日起分批将口罩派给有需要的小朋友 但是之前 香港教育局向应届中学民屏市考生提供了50万个口罩 但是网上有不少考生投诉 口罩质料薄又不防水又有黄色污点等等 担心不能防御中共肺炎 港府其后回应说 一批口罩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英国的情况 近日英国感染中共病毒的患者激增 王子、首相、暴障都不能狠面 根据《每日郵报》报道说 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内阁官员对中共政权生怒火 指责中共传播虚假信息 偽造患者数量 据悉可能会导致约翰逊放弃 和中资华为的5G交易 报道指出 英国政府憤怒的内容包括 中共隐瞞和掩盖 中国病人的真实数据 根据英国的科学界和医疗界专家估计 中国真实的病人数字 是目前中国自称数字的15倍到40倍 截至昨天 中共只是公布了8万1千多宗案例 最近还有令人嘔嘴歸零的报告 其次英国官员认为 中共通过向其他欧洲国家提供所谓的援助 用来扩大国际影响力 另外 中共最近企图将全部病毒的责任推给美国 英国首相府对于这个老屈的做法 亦感到极为愤怒 约翰逊曾经一意孤行 要开绿灯给华为 激怒了英国的主要盟友美国 亦令很多保守党内的议员非常生气 每日邮报引用一位内阁大城的话 我们不单止给华为这样的公司 进入我们的经济 而且还要成为我们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 还有英国官员表示 疫情过后一定要对中共进行清算 还说如果中共一意孤行 中共政权将会沦为国际上的恶棍国家 今天的疫情最前线就到这里 多谢各位收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是Zack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